美国参议员M Marking 日前率团访问台湾 那他在立法院进行访问的时候 跟我们的立法委员询问说 到底美国对台政策 应该是采取所谓的战略模糊比较好呢 还是所谓的战略清晰比较好 这其实仍然是一个大灾问 但是要解答这个逻辑 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困难 首先如果我们假设 美方打算采取全栏的战略模糊 也就是在美中贸易战之前 所谓美国对台的一个态势 那其实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嚇阻效力 因为第一点 共产党不知道要如何去计算台海战争 如果开战的话 它的代价是什么 因为美国借不借入 会造成很大的改变 第二点 美中之间可以继续打这个模糊仗 反正彼此就是马照跳 所以马照跑 前照转 就是让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那第三个部分则是因为 维持一定程度的模糊可以让美国人民理解 美国大概不会莫名其妙的被拉进一场 他不知不知也不想打的战争 而且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的人民 也就是两岸同意还是有望的 不过是以愿违 因为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习近平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期望 毕竟他上台之后 中国开始全力集中 增加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比重 对市场进行更强烈的干预 最后甚至是修改宪法 让自己可以往跑加深 除此之外 中国的经济与军事的成长 以及他的一带一路的大傻逼政策 或者是对香港与维吾尔族的人权压迫 以及他的战狼外交与对外的认知作战 都让美国在经济 军事以及甚至是价值观上面 都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 所以从2018年开始 美中之间的关系 就从合作剧烈的转变为竞争了 那习近平的这些行为 改变了上述的状况 因为继续让中国这样的马照跑 舞照跳 前照转 中国有可能会默默的超越美国 而且中国的行为 也会让美国的民意 从所谓的一个亲中 慢慢的转变成为抗中 这个时候在大当情谷的宣扬 所谓的对台战略模糊 反而会让美国被说成 是一个纸老虎而已 最后 尤其是乌俄战争这些事情 给美国一个很大的教训 也就是在面对这种 极权的独裁国家的时候 一个想不开的独裁者 可以随时抛弃战略模糊 所带来的恐怖平衡 美国对乌克兰 其实就是采取战略模糊 一方面嚇阻俄罗斯 不要想不开来攻打乌克兰 但另一方面又不支持 乌克兰加入北约 给乌克兰一个明文的安全保障 其结果就是普丁不顾一切 就直接下令要开战 而美国则需要一直提供 所谓的军事援助 来支持乌克兰 打这场战争 打不打的硬还不知道 但至少可以继续撑得下去 这个状况绝非是美国的本意 因为一个军事的嚇阻 如果能生效的话 战争根本就不应该要发生 所以乌俄战争的诞生 证明了美国的战略模糊 对这种类型的威权国家来说 它的效力可能是有限的 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类似 所以继续对台采取战略模糊 可能最终也不会对习近平 产生显著的嚇阻效力 更不要提说习近平上任之后 中国对台的文攻武嚇 是一波比一波强 在这种节骨眼上 美国当然不能重蹈覆车 不过这也不代表说 美国希望把对台政策 从战略模糊 完全转变成为战略清晰了 因为假设美方打算 采取全然的战略清晰 它会面临几个重大的挑战 第一个是美中关系 虽然现在很差 但也没有到土底的一个状况 双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经贸后来信 当美国提出全然的战略清晰 这也代表 中国也必须做了一个决断 而这个决断可能是与美国 进入新冷战的局势 双边关系会完全的决裂 如果美国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去抽身 对美国的经济一定会有 显著的一个负面影响 第二点是 如果美国还没有说服其他 已开发民主国家 站在美国这边来对抗中国 那这种突发性的断裂 其实对美国会更伤 因为中国可以靠其他国家的资源 继续维持自己的经济 而美国也没有能力去干涉这些国家 玩这种两手政策 最后 就是我们要设想一个最差的状况 是中国或者习近平 会不会因为美国提出这样的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政策 就自己想不开打算来个玉石俱焚呢 所以回到一个基本点 克阻的目的是要让战争不要发生 但这不能代表说战略清新所带来的代价 比战略模糊来的低 换句话说 或许未来美国会采取战略清新 但这一定是因为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忽来信 已经下降到一个可以控制的程度 同时之间 美国与其盟友却没有一定的共识合力抗中 讲更简单一点 现在的时机其实还没有成熟 所以说 美国对台政策 其实不是在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新之间做一个二选一 而是在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新之间游走 朝向战略清新的立场迈进 如此为之 美中关系不仅不会瞬间断裂 美国也把自己愿意保障台海安全的意愿 用行为的方式来传递给中国 比如说派高官访问台湾 或者是让第七舰队在台湾的海域里面游走 而且他也可以通知宣称 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 美国国务院常常去提一法三公报 还有雷根的六项保证 那这些东西仍然会是美国国务院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号 毕竟这些条文本来就是用来创造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新的 一个中间模糊的空间 打个比方 台湾关系法第二条二之六 表示 维持美国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宿主舞弊 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 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就是这一条 其实他并没有说美国要做什么 但是他听起来好像就是美国会做什么事情 那这就是这个空间存在的一个法理依据 那至于未来 美国会越来越展示自己会做什么的一个态势 所以美国总统跟高官会越来越容易失言 放出美国会保护台湾这样的一个言论 这些高官也会更为频繁的来台湾访问 美国也会加强在台湾周遭海域游走的一个活动 最后美国会更高调的建构印太战略区的一个同盟 来抵抗中国的势力 这些都是美国从战略模糊往战略清晰前进的证据 但国务院大概还是会继续强调 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 那台湾应该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了解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之后 以及美国的一个采取的行动 然后再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增加自己嚇阻中国的效力 毕竟我们总不能要跟一个享用武力侵犯自己 国家主权的另一方站在一起吧 那至于台湾的未来到底要怎么走 今天老实说老实话 不管你是台独派华独派 那这些问题都可能要等到我们先处理完 跟我们之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以及中国对我们的威胁之后 才能再来去讨论或者去决定我们自身的未来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